欢迎收看老婆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销售的短片 自动贩卖机男 大龙是名净水汽推销员 但上门推销日律碰壁 夜晚大龙独自住在公园 吐槽着自己事业的不顺 如今羡慕起旁边的自动贩卖机 不用点头喊腰 也会有顾客上门 大龙想再买瓶啤酒 可给了钱 贩卖机却迟失时不掉出酒 他不耐烦地踢了一脚 贩卖机才掉下饮料 大龙伸手去拿 没想到掉下的啤酒 进张大龙的手烫伤 大龙失手将酒掉落 而贩卖机再次掉下了一罐啤酒 他试探地摸了下啤酒 确认温度正常后 拉开了一拉环 结果被啤酒撕了一脸 大龙寻思应该机器供上的问题 大龙业绩在全公司垫底 上司责怪他 大龙解释是自己所负责的区域 实在太难销售 但上司明白是大龙态度不对 当晚大龙再次来到公园 他发现有人正常使用了贩卖机 于是他也上前准备买瓶饮料 不想先被贩卖机吞了 大龙想看看饮料出来没 当晚又夹伤了他的手 大龙气得不行 踹了一脚 结果反被贩卖机撞了头 大龙察觉积极的邪火 将贩卖机的领缘给爬了 可转身刚走 有个老大爷就走上前 亲切地问好了贩卖机 并正常使用了机器 这让大龙够为纳闷 大龙回家后做了噩梦 梦见贩卖机内有人 还伸手将他拉进了机器里 大龙惊醒 隔天大龙来到公园 发现贩卖机没有插插头 却正常运作者 他好心要打电话 叫人将这台库上的贩卖机搬走 不想 贩卖机警报声响起 引得众人瞩目 而后贩卖机还掉下了大量饮料 让大龙百口莫辩 被带到了警局 也因此 大龙错过了上司 特意为他介绍的客户 就让上司打发雷霆 指责他还不如贩卖机 下班后 大龙来到公园 他将一切归咎于贩卖机 对着贩卖机发泄不满 不久 老大爷又出现了 他对着贩卖机喊着景田先生 大龙不禁问到老大爷 景田先生是谁 但老大爷并未回答 第二天 大龙在推销时 偶然入过了川田先生的家 为了一探究竟 他谎称自己是川田先生的朋友 前来拜访 开门的是川田的女儿 他告诉大龙 自己父亲生前是位推销员 但销售业绩不佳 在父亲自杀离世前 他时常羡慕贩卖机 不用推销 站着就能赚钱 说着父亲的事情 女儿不禁向大龙 说自己将要结婚 而父亲无法参加的汉事 大龙听着这些 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翻版 他觉得那台贩卖机 就是景田 当大龙在去公司上班时 他被辞退了 上司表示大龙 三个月都推不出一台 儿童区域 自己派人过去 短时间就买了石台 失业的他来到公园 跟着贩卖机哭诉 请他教自己 变成贩卖机的方法 他的叫喊声 引来了群混混 混混混将它 炮走一顿 好心的贩卖机 日时发出了警报声 烦恼弄了混混们 遭到了爆打 大龙与心不忍 赶忙致死 却被混混围殴 眼看混混就将大龙打伤 贩卖机倒在了混混身上 混混缓过身来 对贩卖机进行了一番更严重的摧残 而大龙也为了保护贩卖机 被打得昏迷 当大龙醒来时 贩卖机已经奄奄一息 大龙想起今天是景田先生女儿的婚礼 他费心地将贩卖机拉到了一个能看见婚礼的高地 贩卖机奏起了一首走掉的婚礼曲 过远处的女儿也听见了音乐 这一瞬间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作为感谢 贩卖机给了大龙一瓶饮料 彻底停止了运作 经过这事 大龙有所觉悟 恳求上司 重新以合同工的身份 给予自己机会 大龙的事业也终于有所前进 这天 大龙走在路上遇到了一台服务饮料的贩卖机 他以为是春田先生 但却才发现 只是机器故障 但那又怎样 大龙改变了 人生总不会一帆风顺 遭遇挫折时 最好的办法不是 只会将一切归咎于外因 而是多想想 自己是否真的付出了相应的努力 在挫折面前 也许你不顾一切的勇气与坚持 反而会让挫折不堪一击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